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兩天騰訊剛剛宣布說要停止轉播NBA的比賽 今天打開推特一看,他們騰訊現在又開始直播NBA比賽了 騰訊雖然名義上是民營企業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受政府的控制了 所以說我們就不怪他,出爾反爾 著名的作家資中雲女士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他說,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上面還是慈禧 下面還是義和團 這一次NBA風波給資女士的這個結論 提供了一個新的論據,做了一個完美的註腳 滿清末年的時候慈禧太后 她把光緒皇帝囚禁起來了,鎮壓了戊禧變法 西方各國就向慈禧施壓 要她允許光緒重新執政,繼續進行變法 清朝的那一套舊制度實在是太野蠻、太落後了 沒辦法跟國際接軌,所以經常遭到西方人的批評 但是在慈禧看來,這就是在干涉中國內政 更重要的是,這是在損害慈禧的權力 所以說慈禧就壓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就向西方14個國家同時宣戰 那這一次莫雷在網上發表了一些支持香港人的言論 在中共看起來,這就是在支持香港人造反 這就是要推翻中共的統治 雖然莫雷只是一個籃球隊的總經理 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人物 說到底一屆平民,他的政治影響力 跟清朝末年的各國駐北京的公使相差的很遠 但是即使是西方的一個平頭百姓表達一下個人的政治立場 也會讓中共受不了,也會讓中共義憤填膺 所以他馬上就指使官方機構、籃球協會發出嚴正聲明 要求NBA向中國道歉 馬上又讓中國駐美國的總領事館發表抗議 要求火箭隊撤銷莫雷的職務 然後還命令央視還有騰訊取消和NBA的轉播合同 而且還命令NBA和中國球迷的見面會一定要取消 所以說一百多年過去了,統治者的心態還是一樣的 只要是支持統治者的對立面,那就是要干涉中國內政 那就是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那就要公開的向他們宣戰 只不過是一百多年以前慈禧要打的是軍事戰爭 一百多年以後,現在當代慈禧已經認識到自己軍事上 根本打不過對手,只能在宣傳戰上面打一打 打一打口水仗,當然了他們也意識到 即使是打口水仗跟美國一個國家打,他們也打不過 但是打你一個美國的籃球隊,打你NBA總是可以的吧 所以說現在上面還是慈禧,只不過他們的玻璃心比慈禧更加脆弱 當年慈禧因為洋人逼自己退位跟洋人開幹 本來是不關普通中國老百姓的事 那誰當政,中國老百姓都是一樣受苦 可就是偏偏有那麼一批腦殘 他們要福清滅羊,要把自己的賤命奉獻出來給慈禧當炮灰 為了給自己壯膽,他們還自我催眠 說自己有蓋世神功,刀槍不入 這就跟現在的這個小粉紅、憤青、五毛 他們真是一樣的,有一拼 現在的五毛憤青他認為中國已經強大的不得了了 中國是世界經濟火車頭 中國不買你們的貨,你們就得變窮鬼 中國球迷抵制NBA,NBA就得喝西北風 那網上還有一個憤青居然就說 沒有姚明,誰知道你們NBA是什麼東西呀 誰理你們NBA呀,NBA不道歉 你們就得滾出中國,放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大家說這個是不是和當年的義和團一脈相承呢? 當年慈禧向西方14個國家宣戰以後 當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他很快就改了口風,向西方人示好 怎麼示好呢?他說 量中華之物力,劫與國之歡心 就是說要開放門戶,讓西方人都過來做生意賺大錢 幾天以前習近平也跟川普寫了一封信 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就要盡力的一切力量 要改善和美國的關係,讓美國人進來做生意 像當年的慈禧一模一樣 在NBA這件事情上面,中共也是突然就改了口風 剛剛說要抵制NBA,轉身就讓NBA在上海比賽 在深圳比賽,在香港比賽 騰訊前天剛剛說不轉播NBA的比賽了 今天又開始直播了,現在只有央視還在扭扭捏捏 不過我估計他們撐不了幾天 很快他們也會開始轉播NBA比賽了 當年慈禧向洋人投降了以後 他就對義和團打開殺戒 很可憐的義和團他們錯就錯在不把自己當外人 幫慈禧打揚人,哪裡知道慈禧只是拿他們當看門狗 現在的這些五毛憤青,他們也認為自己是趙家人 不知道在趙老爺的眼裡面,他們根本就不配姓趙 需要他們的時候就給他們五毛錢,讓他們去幹苦力 形勢變了,就要向美國人求和的這種時候 就根本不考慮粉紅、五毛憤青的感受 不顧及他們的臉面,隨時都讓他們陷入困境 比如說這次跟NBA的口水戰,中共開始的時候擺出一個大陣仗 好像要跟NBA決一死戰,五毛憤青就紛紛趕赴戰場 其實中共只是想恐嚇一下NBA,哪裡知道這些NBA 它在美國民意的支持下不接受中共的恐嚇,真的要應戰 這個時候中共一聲不吭就從戰場上撤了 只留下一群醜態畢露的五毛憤青,被全世界的輿論挖苦嘲諷 這幫傢伙說起來也真是又可惡又可憐,又可比又可笑 如果僅僅是在這個口水戰的戰場上被中共當棋子 當成是隨時可以丟掉的這種棋子 多數五毛憤青他們還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們根本沒臉面、沒廉恥,最可憐的是這批五毛憤青 大多數他們本來是最受中共政權壓迫的那群人 他們本來是應當最恨中共的 結果就是因為貪圖一點小力,發五毛錢一個貼紙的小力 或者是因為智商太低,被輕易洗腦,最後都認賊做父 但是現實無情,賊就是賊,他永遠不可能成為你親爹 反而賊有機會的時候就像你們這些五毛憤青的親爹下手 他們搶他們的,奪他們的,騙他們的,甚至要殺他們 最近就有一個山東的五毛遭到現實報的故事 這個五毛他在微博上面的一個網名叫做 眾花家的愛國紅小將 在10月10號NBA風波剛開始的那天他就發了一條微博 他說我堅決支持911,希望美國每個州都被炸一次 我希望本拿登復活 他要是飛機不夠的話我們可以給 他要100架,我們就給100架 我們還希望他炸貧香港,把700萬香港人變成燒豬 還說要一個一個的燒,還要把美國的國會、白宮、好萊塢全都燒了 還說記住中國一點都不能少,香港人一個都不能留 美國人一個都不能活,最後結尾慷慨激昂喊口號 說習近平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一段和義和團比起來一點都不遜色這個愛國言論 這條愛國言論在微博上面轉了3900多次 這就說明在中國做老殘一定不會孤單 當代義和團的人數絕對不會比清朝少 但是後面的事情後面的故事又說明 這個義和團的結局也不會比清朝的義和團好到哪去 他發了上面的那條貼紙之後 第二天他又發了另外一條貼紙 他說我爺爺奶奶半夜打電話來說 我們家的房子半夜被強裁隊給拆了 我爹媽去上訪半路又被攔截了 現在一家人沒地方住,只能在火車站裡面過夜 我都快哭死了 又過了幾分鐘,他又發了一個帖子說 我過去可是對黨對政府一心一意 是耕紅苗正的充滿正能量的愛國清廉 我現在只求一個說法,求黨和政府還我全家一個公道 你們想一想當年人家義和團對大清朝對慈禧也是一心一意 也是耕紅苗正的愛國正能量的大清子民 最後結果還不是被清朝抓起來 說衝軍就衝軍,說砍頭就砍頭 到哪裡去討說法,到哪裡去求公道啊 現代義和團的結局跟那個時候相比好不了哪去 那這個五毛發了這個帖子之後,帳號很快就被刪掉了 如果他不趕快閉嘴,按照維穩機構的一貫的做法 下一步就是刑拘,再下一步就是判刑 所以說哪一朝哪一代,你要是任賊做父 當義和團,最後都不會有好果之吃 話說回來,雖然中國的這個五毛奮心隨處可見 但是大家不要因為腦殘太多了,就認為中國沒前途 我跟大家講兩個道理,第一個道理就是 腦殘它是可以治療的,腦殘是一種症狀 它的病因是因為中共給他們洗腦太多了 解鈴還虛,細鈴人,大家放心 中共把他們變成腦殘也一定會治好他們的腦殘 那最好的治療辦法就是讓他們見識一下中共的暴症 比如說讓他們見識一下強爭強拆,見識一下強迫下崗 體驗一下物價飛漲的折磨 再體驗一下P2P爆雷以後血本無歸的那種痛苦 再讓他們的老婆陪上司睡覺 再讓他們女兒被校長開房 再讓他們吃毒食品打毒疫苗 再讓他們買不起藥,住不起房,養不起腦 經歷一下司法黑暗,求告無門的絕望 總之中共的這個暴政它是花樣繁多 每個人都會遇得到沒有人能夠逃脫 即使是你對黨和政府一心一意,即使是你充滿愛國政能量 你當五毛最後結果也是一樣,總有一款暴政會降臨到你的頭上 雖然這個暴政讓人痛苦,但是它也有讓人清醒的作用 那有一些人是被催眠的,還有一些人是裝睡的 你們叫他是叫不醒的,但是中共的暴政會把他們打醒 打醒了還會繼續打,絕對不會放過他們 一直打到他們受不了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們就會反抗了 中國就有希望了,那第二個道理呢 就是中國絕大多數人還是明白人,就拿這次NBA事件來說 雖然這個網上面的五毛糞青叫得很兇 表面上看起來,他們好像是大多數人 他們的意見是主流意見,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大多數人還是有常識、有良知的、正常的中國人 只不過是這些人的言論被壓制了,發不出來 這次上海和深圳NBA賽場的人滿為患做無虛席 這就是說明你中共再怎麼倡導抵制NBA 我照樣去捧場,因為我喜歡 當然我並不是說去看NBA球賽的人都是鐵心反共的 但是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這些人 並不吃中共宣傳蠱惑的那一套 他們心裡面非常明白,等到有一天中共把他們得罪到一定程度 這些明白人就會一起上街抗議 那個時候上街抗議的就不僅僅是現在香港一個城市的人了 全中國各個城市到處都會有人上街 所以說有心的人一定要耐著性質 慈禧和義和團鬧騰以後沒多久,清朝就沒了 中國的歷史總是在重複 現在我們又看見了上面有慈禧,下面有義和團 而且大家都在使勁的折騰,那你們說一說 這一朝還能夠長久的了嗎? 在這裡我就引用一下當代慈禧的一句話 稍微做一下修改,作為今天的結束語 別看他們鬧得歡,將來一定拉清單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 稍微講解